清朝时期,皇帝的女儿嫁的都是有钱人家,为什么多数都早死,身在帝王之家多胆兽皇帝如此皇子如此皇女,也是一样特别是在清朝时期,这个现象则更为严重。 清朝时期,说起康熙这位皇帝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毕竟,我国的影视作品已将这位皇帝的生平翻来覆去,得太烂了,但是说起康熙的女儿们大家一定会感到陌生毕竟古代女人极少抛头露面,皇族女眷更是如此。 其实纵观整个满清帝王之女的平均寿命,十番短枣足者不胜枚举,康熙,有二十个女儿其中十二名枣妖比例高达百分之六十,而康熙的这二十个女儿平均寿命,仅有十六岁十二名枣妖的女儿的平均寿命更是仅有四岁,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帝王之女如此短寿呢? 我们不妨拿其他满清皇帝的女儿与康熙之女,做个比较相比于顺治帝福林的女儿,康熙的女儿便算不上最惨福林,共有六个亲生女儿其中五个早妖,早妖率为83%,而六个女儿的平均寿命仅有十岁,唯一一个成年的二女儿也仅仅活了三十余岁,让我们进一步向前追溯。 努尔哈赤的八个女儿中仅有一名早妖所有女儿的平均寿命是53岁,黄太极则生,有十四名女儿全部长大成人,她们的平均寿命。 为37岁黄太极的前,五个女儿在满清入关以前,就已经嫁给了蒙古人她们的平均寿命是50岁。 这与努尔哈赤八个女儿的平均寿命相当黄太极的其他女儿则相对短寿,她们的平均年龄仅为30岁。 与前面提到的五位姐姐相距甚远比者大胆推测,满清建国之初的四位皇帝的女儿,她们的寿命长短,与身处关内,与关外息息相关。 努尔哈赤的女儿都生于她建立朝政之前在这个阶段政权,内的各项制度欠缺完善,也没有详细的后宫制度封建伦理思想,并未影响到这些天之娇女。 皇女们的生活相对自由空间,比较广阔这些因素,对于女孩的成长十分有益。 而皇太极的前五个女儿她们的生活环境同样比较自由,在嫁到蒙古的广阔天地后,更是无拘无束,所以与努尔哈赤的女儿一样寿命比较长。 满人入关后皇帝的女儿们便受到了限制,只能生活在深宫中,与外界基本断了联系。 皇帝的儿子们从小便会受到骑马、射箭等体能训练,等到稍微成长,又可以跟随父亲参加围猎眼界见识,得到了提升身体,得到了锻炼。 反观公主们就没有这种待遇,而她们被居住在深宫中每日受到繁文如节的教育,常年近似软禁的生活,又使这群天之娇女们的身体弱不经风,身体的抵抗力十分差劲。 事实证明,温室里的花朵赞美终究,经不起风吹雨打清朝初期全国,各地流行斗诊这一疫病,对于皇女们的寿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却并不是决定性因素瘟疫,对于皇子与公主的危害大抵相同。 然而,康熙儿子的平均寿命却远大于女儿们康熙,有35个儿子其中15名早妖,比例是43%,而康熙的35个儿子的平均寿命为32岁。 早妖的皇子平均寿命,三岁其他皇子平均寿命,54岁。 清朝建立之后皇帝们的女儿死亡率高级原因十分复杂。 前文所提的原因,致使其中一个方面,罢了康熙有六个女儿同样远嫁蒙古,堪称清朝入关之后,历代公主之罪不但如此。 康熙的孙女及皇室宗心中也有不少远嫁蒙古的女圈,她们为促进民族团结做出了许多贡献。 可以说满族在发展过程中与蒙古相邻,双方交往十分密切,满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蒙古文化的影响,这也为双方联姻创造了良好条件。 但与皇太极的女儿不同,康熙的女儿自幼生长在深宫中身体现佳,加上她们早已习惯了养尊处优的中原生活,这些原因使她们缺乏对严苛环境的适应能力。 在远嫁蒙古之后,面临各种陌生的障碍,身心都得不到很好的调养。 康熙心思缜密,对于女儿们远嫁北方后遭遇的不适和艰苦早有预感,所以对女儿们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将女儿们出嫁的年龄后延几年,使她们适应力更强承受,能力更强。 由此康熙的女儿们出嫁的年龄均在18岁至22岁之间虽然,这个年龄让现代人看来仍觉得十分早,但是历史上这已经是难得的晚婚晚遇。 了在康熙之前,努尔哈赤的女儿们平均15岁出嫁,而皇太极的女儿们平均13岁出嫁。 清朝前期的时候皇帝的女儿则被称为格格格格在满语里义,魏小姐可以说,这是满族和清朝对女性的一种称谓,为清皇族女儿的统一称呼。 作为正式称号使用时,在昊金时期,国君和贝勒的女儿称为格格清太宗皇太极继位后于崇德元年,时访明至皇帝女儿开始称为公主,格格遂专旨,王公贵宙之女的专衬。 参考资料,清朝公主,清史岗,顾伦公主,和树公主。